納瓦羅在接受NPR的採訪的時候 他就說這些方面如果說讓中國通過這種 讓中共通過這種盜竊的方式領先 對於美國的經濟和國家安全都是一個 他說就沒有未來了 我不知道破空你怎麼看 就是說是不是有這麼嚴重 那美國在這方面對中共這樣的制裁有沒有道理 當然是很嚴重 因為他說的還僅僅說的是美國 對美國的國家安全造成危害 沒有未來 其實整個人類都是危害 都沒有未來 因為想想這個世界經過一戰二戰冷戰 那麼高科技掌握在誰手上 這個世界秩序是怎麼維護的 那是在美國 是個民主大國 民主堡壘是掌握 所以整個世界有安全感 如果我們反過來想 如果這些高科技 這些核武器或者什麼主導力掌握在恐怖組織手上 比如說這個ISIS 什麼伊斯蘭國 什麼基地組織 什麼塔利班 那這個世界早就毀滅了 同樣道理我們不說那麼遠 不說那麼極端的恐怖組織 我們想掌握在一黨專政的中共手上 或者掌握在所謂以前的前蘇聯 後來的半獨產俄羅斯 那這個世界都不得了 因為這是一個四強零弱的政權 對內是鎮壓民眾 對外是欺利鄰國 那這樣一個政權掌握了一旦掌握了什麼高科技啊 掌握了就是壓倒性的這些科技 這個整個世界就是一場惡夢 他現在口袋中有錢 已經是在欲取欲求 就認為自己已經是老大了 這個爆發戶 這個黑老大 什麼都動作 我有錢擺平 什麼一帶一路 什麼到非洲 到中東 到處去擺平 對西方也是這樣 那麼他又有錢 又有高科技 又有最先進的武器的時候 那這個就不對了 整個世界受制於他 那可以說民主制度都要消亡了 那就各國都來一個一黨專政吧 對 好像納瓦羅提到說 很多這個技術是運用在軍事上的 對 真正就像毛澤東的夢想要實現了 不僅要解放全中國 要解放全人類 要把紅氣雜遍全世界 那就是這個紅色恐怖 統治全世界 不僅中國的文化古蹟可能要被毀滅了 連世界的文物古蹟都要被毀滅了 連各大宗教都被毀滅了 說這個當 我就說這個宏觀那一點 具體說來就說 中共對美國挖牆角 掠奪美國的高科技這種地步 已經到了不可收拾的程度 所以說我原來總結的是 現在美國總結嘛 什麼求借偷 求就是什麼呢 就是中共官員私底下 向美國的企業或企業龍頭去求 要轉輪技術 或者許以好處 用腐敗文化去拉攏人家 請客吃飯等等 這叫求 這個還是軟性的 第二叫做借 借就是說 核資 我不知道你獨資 核資 核資這項要求 就放在中國 轉移到中國來 並且持有50%或者50以下的股份 中方持有50%50以上的股份 那麼你美國要獲利 開會這個大市場可以 你把核心技術要拿過來 這叫那個借 借殼上市 第三個就是偷 大規模的網絡簽密 大規模的盜竊 直接的用軍事手段 用軍工手段 本來是國與國之間 軍事就對軍事 用軍事手段對商業機密 甚至最後不顧一切了吧 美國聯邦政府的雇員的 400多萬的 個人信息的盜取過去 盜取過去幹什麼 可能統戰敗就要用了 我看這裡面哪些人可以拉攏腐蝕 可以去做文章 還真的可能是這樣 所以說中共在這個 跟國共內戰的那個 不擇手段的超限戰 現在用到了對美國上面 它認為它內戰能成功 它外戰 好像也能夠成功 它有這個 所謂的自信吧